國軍的火食究竟如何 現在就帶你來之急 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這樣餐盤裡頭有青菜 馬鈴薯以及無流草雞絲 最特別的是主菜還有兩道雞的料理 可以做選擇 相當的色香味俱全 標準三菜一湯 葷素全都有 青菜 油亮亮 米飯類三種韌選 搭上新鮮的馬鈴薯兩道主菜 韌選一樣 標準價只要二十四元的餐費 同樣辦得有聲有色 素食的貢丸 蘿蔔 吃完主餐還有紅豆餅等一旁 從麵糊 紅豆 奶油通通DIY 省到家 香秋牛奶 肉餡捲餅 甚至還有冰淇淋 這個豬肉捲餅 燒等一下馬上熬 國防不夥食 普遍民眾都按讚 但除了基本款不定時各軍種 還有限定款 像是空軍的中式酸辣湯 繳套餐 海巡的米其林套餐 牛排沙拉 濃湯 樣樣到位 先民則走自助餐入獻 牛排現切配甜點 什麼泡冰 什麼泡冰臉 好像還有還有那個什麼薯條 奶茶那類的 因為我哥也吃得很好 他說是看火房剛好有會煮飯的就會很好 同樣的錢包如何創造出最大的效益 關鍵掌握在廚師與採購人員手上 精打細算照樣能創造出佳餚 但畢竟青菜蘿蔔各有所好 還是無法一次滿足所有人的味蕾 介紹殺傷 宇軒台報了 細節團々絕著期待